音乐 以下就是我们必须准备材料哦 首先把柠檬切成4块 中间两片留着摆盘 把种子挖出来 橙子也一样切4块 中间两片留着摆盘 把其余的两块集成汁 集好后就来盐制三文鱼 放入两匙橙汁和一匙柠檬汁 撒上盐和黑乳椒 抓均匀腌制两小时 来调酱汁 把柠檬汁橙汁和蜂蜜混合均匀 把乳笋烫一烫 水沸腾后放入橄榄油和盐 放入乳笋烫一分钟 要出备用 入锅倒点橄榄油 放入三文鱼小火慢慢煎 一面煎好后翻面再煎 四面都必须煎至微焦 煎好后就能出锅啦 放入乳笋和蘑菇 小火慢慢煎至微焦 煎好后就能放点黑乳椒和盐 搅拌均匀后就捞出 再倒入酱汁煮一分钟 然后就能来摆盘啦 最后倒入酱汁就完成 那超简单又好吃的香橙 柠檬三文鱼就完成啦 来试试一口吧 嗯 超好吃 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把我订阅按赞分享咯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